到了马总统的母亲情后修 今天火化完之后 目前的最新状况是已经要 送往到了富德公墓来进行安错 那么画面当中 您所看到的是最新的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马总统 那么他当时是背负了 这个母亲的一个骨灰 那么要前往到公墓 那么立刻把时间交给黄媛媛 告诉大家最新的状况 好 主播各位观众 通过的话市面上您看到的是 这个马总统以及马总统的家人呢 是带着这个情后修女士的骨灰坛 现在已经是抵达到了这个富德公墓 那在稍早九点钟的时候呢 已经完成了情后修女士 整个火化已经入恋的仪式过程 那马总统在稍早的时候呢 也带着母亲的骨灰坛 回到木炸老家 那么做最后的巡礼 那么现在所有的家人呢 都带着陪一同陪同这个情后修女士 要走完这个最后一程 排成银片 那么就是要送这个情后修女士 进度富德公墓 那么其实就我们所掌握知道的是呢 原本马家先前是为这个马赫林先生 租用的是骨灰坛的这个塔位 但是因为这个铃骨塔 已经没有其他相邻的塔位可以使用了 所以马家是决定另外再租两个相邻的 比较大的这个骨灰坛位 放置两位这个两老的骨灰坛 那么就是希望马赫林先生 可以和情后修女士一起安详的长眠 那么现在呢 我们看到的画面是呢 这个马总统呢 也将带着这个母亲的骨灰坛 那么上到四楼 那么将母亲进行安错的仪式 那么稍后呢 总统也会下来迎接父亲的骨灰坛 那么就是和这个 把爸爸和妈妈放在一起 那么希望两老在接下来的日子能够一起长眠 以上是现场追踪情况 交集间镜头交场捧妹 好谢谢圆圆的连线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马总统呢 其实脸上是十分的爱妻 那么呢 他也捧着母亲的骨灰坛 要送母亲最后一程